久违的朋友们欢迎回到一万公里定律 在之前的横评节目里 有朋友说想看这几辆车耐久性能的表现 所以下了赛道 我们就把他们全都送进了耐久实验场 用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在强化系数为7倍的耐久道路上 整整跑了一万公里 等待要日常行驶7万公里 而且是配重到90%满载的工况下进行的 那么这些车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 都说日系车皮是 这次耐久则是本年行格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其实应该这么说 故障本身并不大 只是开关门有点费劲 但是这个故障所反映的问题很可能并不小 除其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记得 在测老思域的时候 就是有开关门费劲的问题 当时赛家店跟我们说是缴了点缺油的原因 涂上之后虽然有所改善 但实际上开关门费劲的根本的原因 就是车身刚性不够 那在经过了长期的扭转颠簸之后 产生了一段形变 而且后续的《董事大八大》节目呢 也证明了这一点 老思域的车身刚才强度啊 就是比较低 那这一次脚链上游之后 确实也管点用 但是你这歪起扭巴的门缝 怎么解释 新车可不这样啊 可问题来了 当时啊 我们也测了新上市的第11代新思域 它的车身材料强度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在同级别里呢 属于一流的水准 按说不至于到了形格就不行了呀 还是说东本跟广本用料不一样 或者是只有第一批车强度高 当然了啊 这都是以我的小人之心擅自揣测的 具体材料强度是什么情况 哎老王 和他帮我们测一下啊 有问题 有问题 MG5天蝎座呢 出现的问题应该说是很有代表性 不少国六的车主啊 可能都会遇到 那就是经常会出现排放故障导致的发动机 布掌灯报警 这辆车第一次亮故障灯 我们去明觉的四载店维修 维修师傅用电脑查了一条故障码 说是油箱盖没凝紧导致的 果然在凝紧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刚才有弹幕说啊 四载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还真不是啊 GB1835 2.6-2016 轻型车污染物排放限制机测量方法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国六排放标准里边 是对油气泄漏有要求的 那标准里写的都是硬价上的措施 厂家呢还会设计一个电子的诊断机制 在油箱密封不好 或者是有漏点 或者是燃油压力诊感器故障的情况下 就会爆出故障码 但是啊 第一次乘码之后 1248公里的时候 故障码又亮了 那我们用诊断电脑查了一下 显示又是蒸发排放控制系统的故障 然后我们又是凝紧了油箱杆 故障消除 恢复正常了 但是啊 3050公里的时候 好的家伙 这个故障码又来了 那我们只能是再去思材店了 这次维修师傅说呢 需要更换碳挂 而且只能是换总成 那这个碳挂呢 是用来吸收油箱里边 汽油蒸汽的这么一个部件 按道理说啊 不应该这么快就坏的 不然的话 思材店也不会说没有货 要等一周才能换上 那这个碳挂呢 价格可是不便宜 配件是635块钱 工时费100 那这次呢 虽然是可以免费质保更换的 但是出包以后呢 那怎么办呢 UniV这个表现啊 还是不错的 没有出现任何功能性的问题 但是进气格山这啊 出现了断裂 这个位置没有磕过 没有碰过断的 实在是非常的离奇 而且还有越断越多的这种趋势 我们也咨询了思材店 更换的话呢 配件是400元 工时费100元 引爆呢 是我们这次强换耐久测试 表现最好的车型啊 目前从外部来看 没有出现任何功能性的问题 底盘的结果价也没有变形 三角价也没有开裂 只不过在个别的位置啊 有一点点的渗油 总体来说还是值得点赞的 只不过去加油的时候呢 右前胎的内侧胎壁啊 被公路上凸起的钢筋划伤了 更换了一条轮胎 花了504块钱 需要说明一下啊 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在4S店和实验场里面 得出的初步检测结论 只是皮外伤 至于内伤有多少呢 还得拆开来看 那说完了耐久测试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维修和保养 首保呢 这些车都是免费的 只不过MG5天蝎座3000公里 就要首保 而其他车型呢 都是5000公里 在首保的时候啊 引爆OTA升级了车机 增加了奇妙相机之类的功能 还有新的车机皮肤 增加了粤语的语音识别 你好小琪 我来了 我不会说粤语怎么办呀 除此之外呢 还更换了变速箱压滤器的滤芯 这个部件啊比较新鲜 四大店说呢 是专为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准备的 首保之后呢 更换周期是每3万公里一次 另外啊 我们还发现 引爆和行格 每次保养的时候 都需要加汽油清洗剂 引爆呢 是强烈建议加 当然您可以不加 那行格呢 就是必须要加 不加不给质保 那我估计呢 也是基于降低排放的考虑 二宝就体现出 咱们自主品牌的识会来了 最便宜的明觉 保养只要315元 最贵的引爆呢 也不过558元 远低于行格的709元 但是啊 这几次保养 确实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这些四大店 他们的维修顾问啊 根本搞不清 或者说讲不清 不同的机油有什么区别 本田的机油啊 分为首保机油和常规机油 包装上的标号呢 完全一样 但是包装的颜色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 维修顾问啊 根本就给我们讲不明白 到底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呢 油是一样的油 只不过是容量不一样 所以价格不一样 而且特别巧啊 我们来的广汽本田4S店 和广汽传奇4S店 是一个老板开的 本田的柜台上呢 摆着一个传奇的模型 它可以通过钢珠下落的速度 展示不同机油的润滑性 这个模型啊 相信很多4S店都有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它根本就不科学 下落的速度啊 跟机油的粘稠都有关 跟全合成还是半合成 它没有关系啊 你这不就是忽悠消费者 买更贵的油吗 那明觉呢 更离谱 厂家推荐的基础油 都不是瓶装的 是从大桶里打出来的 不让我们看 更不让我们拍 可是店里推荐你换的油呢 它跟厂家推荐的标号都不一样 而且维修师傅呢 也说不明白 为什么推荐的标号不一样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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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标号跟这一样 标号是这一样的 我打不得问吧 他那一样 因为我这就是 有一个是0w2的 这个 这个 它跟机器还不一样 天洁座 天洁座好像有一个真实的 你说咱们消费者 它能不晕吗 但是啊 话又说回来 这次咱们这三辆自主品牌 在耐久测试里的表现 确实是 真的是不错 像以前最常出现的什么 简单机搂油 卡子松了 或者严重异响之类的 都没有 最多也就是个 有点轻微的渗油 而且开起来的质感 甚至和新车一样 但是 我们能就这么轻松的 放过它们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懂车体横评里 大家对这四台车的 加速制动成绩 有不少的讨论 因为在连续十次测试中 就会有不小的浮动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些车的性能并不稳定 并不耐用呢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了 重庆机动车强检实验场 通过干地和湿地下连续100次加速制动成绩 为您来寻找答案 在大餐之前 先给您加个凉菜 在懂车体横评节目里 有一位引爆的车主 他说懂车体差钱吗 不差钱整个PS4的引爆 好的 加通换完PS4了 而且昨天我们也用加通轮胎测试了一下在这个场地里的加速和制动表现 加速成绩最好是10秒42 制动成绩呢 最短的距离是42米76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差的成绩 那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换了PS4轮胎 这辆引爆 它的各项数据到底能有多少的提升 来引爆准备 3 2 1 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震惊 加速8.31秒 制动35米24 换一套胎简直就像是换了一辆车 而且在测试过程中呢 体感非常的明显 加速的时候 不想胎不打滑 制动更是非常的稳健 可以说引爆此前拉胎的测试表现 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个加通轮胎拖累了 买引爆的朋友们 真心的建议 多花点钱 选套PS4吧 可能大家会发现这次测试的成绩和懂车体实测数据 以及懂车体横评里的数据都不一样 这是因为场地不同 路面附着力不同 测试温度不同 而且车况也不同 会有一定的差异 我们比较同场的测试结果即可 现在呢 这四辆车已经列队整齐 接下来就将轮番出发 在这条两公里长的测试道上 先进行两次 零至一百公里每小时 至零的根地测试 再加速到一百 然后在湿里进行制动到停止 总共呢 进行一百次加速 一百次制动 我们会统计整个过程中 每辆车数据变化的情况 当然了啊 前提是他们得能坚持到一百次 行格现在 在湿里情况下 加速和制动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 距离应该是比之前要长一点了 MG在这个路面湿化的状态下 你的跑偏有没有好转 或者更严重 在那个ABM测试路上会有这个跑偏 然后在这个单地是OK的 由你为现在感觉你的加速距离 已经变得非常长了 对 现在已经11秒了 正常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9秒左右 大家可能对于湿地制动 没有什么概念啊 一般干地上 大概也就是30多米 最差的也就是40米出头 那么在湿地上 它的制动距离会非常非常的长 我们现在看啊 这辆MG已经过来了 但是它一直没有停的意思 一直还没有停 这条湿地的制动到完整的长度 是300米 大概这个位置 已经有三分之二那么长了 如果您在湿地上开车 刹车的时候一定要一定要小心 那具体这辆车在湿地上的制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看一看数据 经过了旷日持久的测试 我们来看一看四台车加速的曲线图 局面是不是非常有趣 先来看看存在感最强的那一条 长安优尼威的曲线 最好成绩8秒04 全场第一 最差成绩11秒87 全场倒数第一 而且成绩非常有规律 我们的测试场地单程全长两公里 可以进行三次加速测试 优尼威几乎每一轮的第一次成绩 都会非常好 在8.5秒左右 而后两次测试时 变速箱都会保护 无法弹射 换挡速度也会非常慢 基本在11秒往上 刚才有弹幕说了 移植性这么差 优尼威真是不行 但你要是把一轮三次成绩 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却实实在的又很稳定 这个时候又有弹幕说了 肯定是因为变速箱不行才保护的 要不然次次都能8秒5 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看本天行格就非常稳定 最好和最小成绩之间 也就是1秒左右的差距 都在9秒的区间里 都说CVT不精躁 这不是也挺稳的吗 引爆换上PS4轮胎之后 曲线和行格重合度还是很高的 据车手反应 虽然仪表会显示弹射系统冷却中 但实际还是能够半弹尘起步的 而且也没有出现严重打滑 可见一套好胎 能够挽回一辆车的面子 MG5天蝎座就比较尴尬了 整个加速测试过程 基本都稳定的维持在10秒以上 最好成绩出现在测试尾声 重新加油后的9.19秒 可见稍稍冷却一下 性能就能恢复正常 所以大家倒真不用太担心 双离和在经常极限驾驶后的耐用性 因为厂家早就通过程序 帮您保护好了 但是行格的CVT能够连续100次 稳定发挥没有锅热 倒真是出人意料 而且100次成绩的方差只有0.06 方差是反映数据波动情况的一个数值 0.06在这次辆车里是个非常稳定的水平 而一会儿很快 一会儿很慢的UNI-V 成绩的方差达到了1.5 居然是行格的25倍 制动测试分为干地和湿地两项 干地测试除了一小段毛毛雨的影响外 大家都非常的稳定 并没有出现热衰退 而湿地制动的成绩波动非常大 加速表现稳定的本田行格 在这个项目上成为了小丑 不仅波动大 而且最长制动距离甚至达到了288.89米 几乎快要杀出了制动区 当然这条湿地制动道路面是由石砖建成的 货着系数仅为0.29 制动距离长情有可原 但在刚刚下过小雨的柏油路上 行格超过50米的制动距离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要知道此时的影报不够40米左右 其实通过连续的制动测试不能发现 主打运动性的米其林PS4和马跑MC6轮胎 确实要比主打静音的米其林号叶3和优格好码 Advan DB系列抓地力更好 而且尴尬的是优格好码官网还把失利性能当做了这款轮胎的主打卖点 而实际上失利表现最差的就是搭载这款轮胎的本田行格 结合之前低配三大在这条测试道上的表现 我们不禁想问 日本是不下雨吗 一万公里定律节目我们已经拍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非常的委屈 因为折腾了一万公里的强化耐久路面 等效日常行驶已经达到了七万公里 谁都没有出大毛病 连根减震器都没有坏 我都怕你们说是这四间车起一块充值了 那当然了 行格车身强度的问题呢 后边大爆炸节目会继续的验证 今天连续100次的高强度加速和制动测试 感觉不太靠谱地台 国产双离合车型呢 它和以皮身在用而建长的日系车发挥的一样稳定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迷信外国的阅览一定员了 之前横评里呢 咱们国产车性能表现不错 也更有可玩性 现在耐久测试做完了 发现它质量也很可靠 你要说50万的车 国产的不一定是首选 但是在15万以内 我觉得国产一定是首选 您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